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博乐上传给大家更新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呢 是万代十月份月底所发售的这么一个系列吧 是掌动奥特曼十丸系列 今天带来的是第三款赛文 武鲁托拉7的这一款介绍 因为因为我这一款是中奖嘛 所以说我们先把特别的进行一个处理 作为首发来给大家带来这个系列的第一款评测 盒子呢在拆盒视频就有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呢这里呢就不给大家详细的看盒子了 直接把里面的东西给拿出来 其实我这款中奖还是比较的伤心的 因为赛文本身呢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 再加上呢这个赛文本身的这个配件就比较多 如果这个我中奖的话呢实在是没法玩啊 就中奖的话如果大家有关注我视频呢 就应该知道是出现这个非常松的一种感觉啊 所以呢接下来视频来给大家说 呃配件呢我们这边因为我都没有拆 因为中奖嘛所以我就不高兴拆 就当大家面拆一下吧 然后它本身其实都是采用一个软胶的一个材质 但是这边有一点不好 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水口 我们这边等一下拿个剪子来剪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检测我的天啊 啊 剪了这样就OK了 这其他手型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其实平时的话我真的是没怎么去玩这个 自从到货啊到货之后就赶紧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先来看看这款赛文的主体 可能大家现在看上去啊 是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样子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不正常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嗯整体的话比例方面就是这种很正常的 跟66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看 啊啦啦